词曲 李宗盛 有我的一張笑顏 祈求你好 繼續留下 讓我愛到千幾乎 好 又回來了 第二節的《零射盞鬼之》 《日本怪談》 剛剛第一節我們又說過 有《有木瓜打》這件事 然後又有這個 公手說過這件事出來 《凍鐵》這件事 你是兇手嗎 沒有 你剛才自己擺放了 頂利 而當時在這些之外 你說其實還有 其實還有沒有很多類似的事情 其實跟著在香港還有發生的 但是… 有發生過嗎 不是在網絡上面 就是在現實上 就是在我們自己的圈子裡 你有朋友冊案死了 那時候有類近 但是我們就不說了 就是因為我們日本怪談 不要說這麼多香港的事情 就是第一部分 我們真的要… 就是用一個引子出來 有些這樣的事情 其實真的在香港是有的 就是大家不要覺得好像… 就是有時候可能有些人不相信 就是… 因為這個不關靈異事的 但是它是一個很實際 就是有人會在一些很奇怪的時間上 突然間死了或者消失了 他是被人殺了 被消失 而在日本也有一個很類似的 但是他就不是查案 他又是突然之間 一直在做一個死亡直播 在做什麼死亡直播 話說那時候 又有一個在日本很有名的科林 是 就是類似獨能科林 哦 那… 那… 那這傢伙呢 就叫蓮實 好嗎 哦 蓮實 是 蓮花一個年 那蓮實先生呢 他就是… 這個傳說就很久了 到現在其實還有人在說 而當時這件事 到現在是否說真是假呢 當然今天是有很多人 仍然在支持這件事的證據 是有在的 譬如是蓮實圖 當年真的有人在做這個留言 在做這個死亡直播 也是透過科林去做這個死亡直播 那這個蓮實先生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他當時這個蓮實呢 話說他去了 即是他在某一個地方 那他其實就在乘車回家 那時候晚上 那是在11點這些時間 那他跟著之後呢 那他上了地鐵 那他跟著之後呢 那他就乘地鐵回去 那你也去過日本 你也乘過地鐵 其實站與站之間 很快 是的 即是那個時間是不會太長的 一個站我想三分 兩三分鐘就已經到一個站 是的 現在好像日本的地鐵 是全世界最快的 是嗎 這件事我就不敢肯定 好像那時候 他發明的子彈火車就是 子彈火車曾經是 是的 然後他改輪了 變成現在普通的地鐵 他好像還是全世界最快 即是說你用回每秒 走多少 好像他仍然是最快的 我不敢肯定 其實大家如果住日本的人 他們更加知道多久一個站 是 他乘來乘去乘回那條線 嗯 誰知道呢 他有一天 他就回家了 他回家的時候 他竟然 譬如我假設用我們 油麻地 搭去九龍塘 那就到了 假設這樣 然後呢 應該去到油麻地 然後下一站做一個旺角 那是太子 那是斜鐵尾 這樣一條線去 就當作搭到色線 那誰知道呢 他坐在那裡的時候 這樣就無聊 獨瘋 那又怎樣呢 他第一時間坐地鐵 當然是上高燈的 是 現在是上連燈 那誰知道在他上網的時候 在那邊看 在其他東西 看看有沒有J圖 看了這些東西的時候 看一看 咦 現在去到什麼站 哦 太子了 已經 那應該坐幾個站到九龍塘 很近而已 然後繼續搭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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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再搭去搭去搭去搭 再搭去搭去搭 就開始發現有問題 為什麼這麼久呢 都沒有叫下一站 是的 因為 日本的地鐵是很快的 就算香港的地鐵也不太久 是的 其實也不太久 你坐香港的地鐵也不太久 對嗎 西鐵站也是長久一點而已 是的 然後 他就在那個討論區裡開始出帖 他說 今晚回家 不知道為什麼 地鐵這麼久慢 還說加價 就是本身是一個很輕鬆愉快的帖 就是 他開這些 獨瘋開帖 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 就是 還說加價 誰知道又遲了 其實無緣開一個帖 是的 又一邊倒下 誰知道 他一直做這個 開帖的直播 他說 看看何時回家 大家看看我 然後他一邊說 一邊說 為何二十分鐘都未去到另一個站 是的 然後最後 他隔了很久 而且他在這一刻 他才留意到有一個握意的情景 是 留意到一個很詭異的情景 很詭異 他真的看 為什麼 他左右看 沒有人 整天地鐵都沒有人 但明明他記得上車的時候 有人 那些人都下車了 是的 下車你又不知道 他也會知道 十一時 這個時間 在日本也不算是一個很冷靜的時間 其實不靜的 其實不是屬於 還有人會搭 有人說是尾班車 下班 總有一班人現在還是這個時間 你等同現在你十一時 你搭尖沙咀上車 你不會看不到沒有人 當然是地鐵一定有人 他就上了一班這樣的車 那時候他也記得有人一起上車 之後也有人留言給他 叫他說 你不如試試去車獎室 拍門 問他做什麼 是的 問他做什麼 是不是他載你進廠 是的 其實很合理普通的 沒有人覺得這件事是靈異的 那時候大家還在笑 還在笑他 你是不是睡著了 是的 說他是不是已經跟了 搞到車去 進了廠 你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之後 他就回覆了 他說 獨家最忌有自信 不想跟別人說話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他就說 下一站下車不看 才說 或者看到有其他人就問一下 這樣 那車就 終於 隔了 好像也要十來二十分鐘 然後 好像說是二十分鐘 然後才到站 然後才到站 第二個站 是的 到了這個站 太子夏的站 當然是石結尾 當然 如果大家乘坐地鐵 是九龍油 雖然我已經不是了 但我也知道 石結尾站 是非常靜的 事實上 晚上一定不多人 其實真的沒有太多人 沒有人 我只是去吃雞煲 對 沒錯 沒錯 然後 他又 但誰知道他下那個站 他就馬上下車 他想著 轉甚麼車也好 轉的士也好 看到車站 下車後 車就關門 那車就開走了 嗯 在這個時候 是鬼異的很厲害的 他說 完全沒有人 車站是完全沒有人 那 也不恐怖 我覺得 有事情 不是的 上環站有時候 都完全沒有人 想想 晚上的時候 在日本的地鐵站 還是火車站 總之是地鐵站 隨便 我記得 是有一個 一定有一個職員 那些鐵路員 在這裡 全部進去 他就會叫車站 家裡去那些 那些 即是我們香港的 黃色衣服那些揮棒仔 是嗎 他是專業的 他們真的很專業 專業的揮棒仔 是的 一定有 我忘記了 推人上車那個 類似的 是不是那個 推人上車那個 是的 他又沒有見到這些人 他甚麼都見不到 他就見到一個吉的月台 甚至乎 他覺得 是 很破舊 即不是 他平時見到的 月台 即是回到 80年代 那些火車站 70年代 那些火車站 很舊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這個火車站 裡面沒有你說這些人 而且裡面 他看到很多位封塵 封塵 很多封塵的 譬如你也有一個站長區的位置 即有些這樣的位置 站崗 那些位置 是 封塵的 是不是有這樣的區 有這樣的位置 有一塊這樣的東西 是否職員會站的 職員站的 職員站的好像 沒有特地有這樣的東西 是 他通常是站在前面 是 插手那些東西 是 是 真的有沒有一個位置 是有這樣的東西 好像 日本的地鐵 是沒有的 是 是 香港才有的 是 香港火車才有的 我不知道他在說哪一個位置 可能他在說就是那個欄位 應該他畫了一個區 給那個人 要揹 我想應該他有一個區域 一定要那個人揹 他在說正常有職員的位置 他說那個位置是封塵的 就不像有人會站在那裡 而他看到周圍 是否那些入閘位 因為日本的入閘位 永遠在旁邊有一個職員室 因為他有些 譬如轉車 他是由那個位置進去 所以一定要讓職員的職員看 是 所以他跟著 他還看一看 抬頭看一看 不是石結尾站 是甚麼站 是一個叫魚月站 就是魚來神長的魚 月亮姐姐的月 叫做魚月車站 因為我看過那個 他是一個日文 那裡的意思 你們可以上網上查看 你們可以上網上查看 他就說是 是鬼的意思 是的 我們用中文直接翻譯他的寫法 應該就是寫魚月車站 是的 這個魚月車站 從來都沒有這個站 是的 事實上是沒有這個站 也沒有準備開發 這個站 是的 即是不像中環那個 是的 不像中環那個 還是上環 中環那邊是有個很古怪的位置 現在開發了 是的 現在可以用 當然不同 他專門開發給人用 本來有鬼的 聽說 那當然了 你們不用怎麼行 有鬼就你鬼吧 是的 那這個魚月車站 然後之後 他馬上就很奇怪 那時候他馬上已經在鋪 一直在鋪 傳說是有一張照片 因為他發生這件事 好像是零幾年的 好像2004年 是的 零幾年的 我忘了確實是 還是第二那個是2004年 因為之後 他這件事之後 又有一個 是的 那張照片 就是第二那個來鋪出來的 是的 真的 真的不知道 是 然後之後 他繼續在那邊走 那些人其實已經叫他說 那你不如快點出閘吧 那些人好像是玩他 因為他一直叫他出閘 你不知道那裡是哪裏 你這個魚月車站 但當然 我想我也會出閘 正常都會出閘 你如果這樣去了一個 九五百個車站 那你出不出閘 當然出閘 難道去哪裏 是的 出閘你可以上到地面 可以 扣救 折的士也好 那些也好 那這個人 最後他就自己上了去 上了去 那一個月台上了 出了閘 出了閘 就是日本的 但是他不知道這個位置是哪裏 他說 我在日本那麼久 還沒見過 我在九龍東那麼久 還沒見過 有個地方是這樣的 為什麼 當時會不會自己孤陋寡民 通常都是 多數可能都是孤陋寡民 是的 很多人都自己未去過那個地方 有點恐懼 或者會不會自己撞了東西 因為日本太多車站 太多地方 是的 不像香港那樣 是的 他就在那裡想 那些人就說 哎呀 你快點報警 或者通知家人 然後他又繼續說 哎呀 獨卵罪忌人說話 那你又在網上說話 在那裡發文 沒所謂 他又不敢告訴他父母 然後 他就繼續 在街上繼續走 他覺得很陌生 然後有人叫他報警 他又說 哎呀 萬一報警怎麼辦 不知道警察不相信我怎麼辦 是的 但是他一直走 他走到中途 他終於看到有人 他想著叫那個人 幫幫他 問問他 那他見到一個老人家 他想著問他 這個哪裡來 這個哪裡來 怎麼可以回到九龍塘 誰知道他見到那個老人 只有一個腳 有一隻腳 好啦 其實很正常 很正常 有時候會是殘廢 糖尿病 切了一隻腳 很合理 那裡 什麼 那套戲 那個海賊 海道也是只有一隻腳 是的 很多 當然 我相信他在說 他握耳的一隻腳 是他完全是 不需要扶野 只有一隻腳 而那隻腳應該是屬於 身體的中間 我想 這麼有趣 那要跳下跳下 是的 他就是看到他跳下跳下 跳跳虎 是的 那他就很害怕 他把這個見聞 他也在看上去 他說 我看到那個 有隻腳的八 當然有些人 可以當他開玩笑 當他什麼 你很笨 一隻腳八 然後有人叫他報警 然後 最後 他真的報了警 嗯 他報了警 警察就當他在玩電話 是 然後他 什麼 你看到一隻腳的八 你不要打來玩電話 小孩 這樣 那些毒人真麻煩 經常在那裡 胡亂說 那他現在問你在哪 我不知道自己在哪 你有沒有座標 旁邊有沒有見到什麼建築物 沒有啊 只見到很多住宅在旁邊 周圍都住宅的 那什麼住宅才可以 你見到什麼屋 沒有啊 全部都是屋 全部都是屋 有路牌 那有路牌 寫著什麼什麼 一字 什麼什麼 什麼 什麼都見不到 只見到電燈署 看到電燈署 電燈署有路標 那些路標看不到 很黑 是啊 然後人家當他玩電話 就剪了一句話 他就繼續 都把這件事 剛剛報警了 但是人家不理他 他就繼續說這件事 然後再過了一會 然後那個人 又打電話 黑警 是啊 那些人就繼續留言 然後他突然間 他竟然看到有人 其實有些網友已經立即說 你不如站著停別動 我駕駛車來鬥你 來找你 都在哪裡 因為你說在太子駛下一站 就變成如月台 那些人就說 我們不如 有些人很熱心的人 在太子站附近 就開始駕駛車 在太子 沿著去九龍塘中間 多數是結尾 就在中間這些車路上 繞一下 看見不見到他 就說 我們去找你 那些人又說 車牌多少號 就告訴他 通常人們都會覺得 他挽救他 是啊 而 信他那些真是少 然後 誰知道 接著去到 一個時間 他真的看到有輛私家車 來接他 是嗎 真的有輛私家車來接他 是否網友那些私家車 沒有 看不到 那私家車的司機就說 問他 你問他去哪裡 他說 我回九龍塘 迷路在這裡 但是這個人 根據這位 連實先生說 是 不像是網友 因為他問他去哪裡 是的 網友就知道 也知道他去哪裡 反而反過來 司機會問他 你是否連實 這樣 然後他說 我想回九龍塘 他說 那你上車吧 我兜你 很好人 那不害怕 他上了車 大哥 你剛剛看到單腳的阿伯 是的 他就上車 上了車之後 他跟這個男人說 麻煩你了 但是車開了之後 這個男人一聲都沒有出過 他一直開著車 然後他就上網 一邊說 他說 有個男人車了我 但他現在一直都不出聲 那怎麼辦 然後有人說 啊 你快去跳車吧 我教他很多東西 然後 這個就是他最後一個留言 在這個貼文上 最後他貼文說 我現在看到一條山路 在上山 不知道怎麼辦 上山 不像是黃九龍塘那條路 然後 這個貼文就成為了他的遺言 然後第二天 的確 日本警方證實 是有一個人這樣打電話來報警的 說說 就是他看到有這個魚魚車站 但是 他們當了他玩電話 他說看到單腳的阿伯 就當他玩電話 就說真的收了他的事件 是的 然後檢查是找不到那個 電話來源 電話來源的那個 是哪個位置 是 按照座標是找不到的 是沒有這個地方的 找不到座標 沒有東西的 不知道他在哪裡打來的 是 然後之後 自此這個人就一路失蹤了 一路失蹤了嗎 沒有了 但是好像說 有傳說就是七年之後 七年之後 出現了 但是這個已經是 很多人都證實了流 是嗎 就是日本的討論區 證實了那個人是流 疑似是鐵路的人 亂辦事說的 因為他父母沒有出來說過 說是 見了我兒子 沒有說過 這些人來說 他父母沒有說過 所以這個就是 魚魚車站 這個就像有木巴打 其實都是 他突然間就失蹤了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哇 其實真的是 挺恐怖 是 日本的鐵路 也有像我們香港的 是 之後 其實很多 香港的小說 還有漫畫 都用這個題材去做 是啊 是啊 好 我們稍後回來 繼續我們日本的都市傳說 好 稍後見